彩虹 clique勞 翰哥 我一直有个问题 老金叔 为何帮你学医啊 我也不清楚 我之前问过他几次 他只说 左大夫不如去贤庄镇得多 久而久之 我就也不与他争辩了 就私下里看看医书 替村里的人悄悄病 那如果老金叔一直不同意 你就只能一直偷偷摸摸的 你不想有自己的医管啊 当然想 可我现在所学的 还仅仅是一些皮毛 离杜党一面还差得远呢 若是有一日能敞开来 拜师名门 认认真真地学医 那就好了 听起来 我们横阁已经有仰慕的师父了 北川的高阳 岭南的贺之祥 都是有名的大家 还有他也愿的胡御医 更是忠一级大成者 可是像他们那样的名医 若无人举荐 连荐也没多难 更别提收徒了 既然有目标 那不如试一试 说不定能成呢 这样吧 横阁 你呢 就在这个洞子里看书 这里无人叨扰 好 而且背靠大山 说不定能找到好多重藏药呢 好 在这看书 还能帮你照料蔬菜 一举两得 多谢横阁 这山洞我也得好好利用去 你得帮我啊 言为定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变了就是大笨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马上吊了 咱俩 �ibt